今天我将和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孟子》 提到《孟子》这本书 相信同学们有不少都听说过 《孟子》是儒家经典 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四书 是古代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 但是这么一本圣贤书 在明朝洪武年间却差点成为禁术 这是为什么呢 话说农民皇帝朱元璋平定天下后 也想探究一下圣贤之道 一天他饶有兴趣的捧着孟子读了起来 但是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 朱元璋的眉头越皱越深 最后把书一扔何知道 是死老在今日 命得免焉 意思就是 要是孟子这个老头今天还在 怕是活不了了吧 皇帝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一怒之下 朱元璋要把孟子从孔庙里赶出去 取消他配享孔庙的待遇 后来啊 在大臣们好说歹说 连哄带骗之下才作罢 但是朱元璋认为 孟子有很多不但少而不宜 而且成人也不宜的内容 必须删减 最终 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 孟子中比较激进的85条内容被删掉了 删定之后的孟子版本取名为 孟子结文 而且规定 科举考试一律不得出现已被删除的文字 在古代封建社会 帝王们一直遵奉孔孟之道 朱元璋为何会对孟子有这么大的意见呢 原来啊 朱元璋读孟子心得体会就一条 那就是孟子的很多观点太不像话 非臣子所遗言 很多话不是做臣子的可以说的 比如说孟子居然说 民为重 社稷次质 君为轻 也就是说啊 和人民国家相比 皇帝你算老几啊 孟子还说 君知是臣如土戒 则臣是君如寇仇 国君呢 要是拿臣子当粪土 臣子呢 也会拿国君当仇人 这也和当时一般提倡的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的观念 明显不符 这些话 再没有多少修养 有极为专制的朱元璋看来 简直就是眼中钉 肉中刺 他的做法呢 也很简单粗暴 一个字 闪 不过啊 帝王的权力虽然很大 但是文化呢 却更有力量 朱元璋去世之后 这本怪胎式的孟子结文 彻底烟消云散 而孟子的光辉 则一直照耀到现在 那 孟子究竟是一本 什么样的书呢 孟子一书共七篇 三万四千多字 主要记载的是 孟子师徒的言论 这本书 谈人性 讲修养 论求知 教人伦 尊圣贤 说王道 内容十分丰富 里面的文章 流畅犀利 机智善变 感情充沛 气势辉煌 逻辑性极强 是先秦散文中 最出彩的作品之一 总之啊 读孟子 那是好处多多 既可以用于政治 为万事开太平 也可以用于修身 动心忍性 涵养正气 听完这本书之后 同学们可以对以下几个问题 有一些更清晰的认识 第一 孟子 为什么会被称为亚圣 第二 孟子的政治理想 为什么难以实现 第三 什么样的人 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现在我们提到儒家呀 往往往孔孟并成 一位是智圣仙师 一位是亚圣 他俩是儒家最好的两位 学术代言人 但是孟子在当时啊 那只是孟子的一个小谜地 是不敢以圣人自诩的 孟子是孟子的忠实信徒 偶像都不以圣人自居 孟子更不敢造词了 但他对孟子的崇拜 是无以复加的 他曾经由衷地赞叹 自有生民以来 唯有胜于孟子也 从有人类以来呀 还没有过像孟子这样的圣人呢 他表示 要以学习孟子为平生致愿 乃所愿 则学孟子也 孟子出生的时候 孟子已经去世一百年 孔文弟子呢 也没有活着的人了 孟子不遗憾地说 与魏德为孟子徒也 与司书诸人也 我没有能成为孟子的门徒 我只是私下得益于他的传人而已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 孟子授业于孔子的孙子 子私的门人 这么看来 孟子虽然不是孔子亲收的弟子 但也算是他的再传弟子了 所以啊 终其一生 孟子都以传承和发扬儒家思想为己任 事实上 到了孟子的时代 儒学已经有些没落了 而杨朱学派和墨家学派正红的法子 天下之言不归羊 则归墨 孟子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他说这是世道衰微 邪说横行 杨朱主张个人第一 拔一毛以立天下而不为业 这是目无君上 孟子主张谦爱 天下同人 不分亲书 这是目无父母 无父无君 是秦寿爷 现在 杨末之道不息 孔子之道不住 孟子觉得 自己则无旁贷 要出来捍卫圣人之道 反对杨末 拨斥谬论 端正人心 继承古代先生的事业 他大声几呼 能以言论反对杨末的 就是圣人的门徒 孟子不仅以孔子为人生的榜样 他的生活经历与孔子也非常相似 比如 两人都长期开门授徒 宣扬儒家学说 孟子曾说 君子有三乐 其一便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并说这种快乐往天下不予存厌 真是手拿着教鞭 给个天子都不换 在从政方面 孟子也和孔子一样 有很大的政治抱负 希望能够在现实世界里 实行人政 恢复王道 因此从四十岁起 孟子也开始 仆仆于道路 周游列国 游说诸侯了 下面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孟子和国君之间的那些事 孟子赶上了好时代 当时 诸子百家争名 儒 墨 道 名 法 农等 各家纷纷著书 立说 提出各种政治主张 他们往来于各诸侯国间 名气大 待遇高 还常常受到国君的接见 有的还能得个高官做作 比如苏秦之流 竟能挂六国相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孟子开始了 他的政治理想推销之路 他去过齐国 魏国 宋国等 很多国家 历时二十多年 见过很多国君 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 他晚年时来到魏国 遇到了一个倒霉弹国君 梁慧王 梁慧王年轻的时候 干得还不错 魏国在他的领导下 曾经打败过 韩 赵宋三国 迫使他们来朝拜 他还是各路诸侯中 第一个称王的 率领诸侯 朝见过周天子 不过到了晚年 梁慧王就每况愈下了 魏国 东败于齐国 太子都牺牲了 西边又割让给了秦国七百里土地 为了避风头 不得不把都城迁到离秦国远些的大梁 南边 又被楚国抢去了八个城市 这实在是奇耻大辱 所以 孟子来魏国时 梁慧王心情很不好 对孟子的称呼也很随便 说 苏 不远千里而来 亦将有利于吴国湖 老头啊 你有啥 富国强兵的好办法吗 孟子也很不高兴 直戳戳地说 王何必约利 大王何必说利呢 并且明确指出 上下交争利 而国威益 上上下下 都相互争着要牟利 那国家就危险了 司马迁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废数而叹 说 利 成乱之时也 牟利确实是一些 祸乱的开始啊 但他也承认 自天子至于熟人 好利之弊 何以易栽 从天子到平民老百姓 都爱好牟利 这样的弊端 哪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那孟子给出的药方是什么呢 仁义而已 只有仁义罢了 当然 孟子并不是不要功利 而是反对 一开始就谈利益 梁慧王听了这话 觉得很委屈 他说 我治理国家 已经很讲仁义了 例如 河内 遭了饥荒 他就把一部分百姓 迁到了河东 还把河东的粮食 运到河内 河东 遭饥荒的时候 也是按同样的法的办的 其他国军 可都没有 像我这么为老百姓 着想的呀 但是 他们的百姓 并没有减少 我的百姓 也没有增加 这是为啥呢 孟子 给他打了个 很有名的比 两军对垒 战鼓刚敲响 双方刚交战 一方就弃甲而逃 有个士兵 跑了一百步才停下 另一个 跑了五十步才停下 以五十步 效百步 则何如 逃了五十步的人 继效逃跑了一百步的人 行不行呢 五十步也好 一百步也好 都是在逃跑 都是一路货色 所以呀 两魁王 你有啥好委屈的呢 天下乌鸦一般黑 你梁魁王 只是没有别的诸侯 那么黑而已嘛 梁魁王死后 他的儿子梁湘王继位 孟子对这位新军的印象 非常不好 说 枉之不似人军 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国君的样子 孟子实在有胆 敢说这话 孟子后来又去了齐国 当时是 齐宣王在位 这个齐宣王比较有意思 他对孟子的那套王道啊 人政啊什么的 不感兴趣 于是推托说 寡人有机 我有三种病 好勇 好祸 好色 此外 我也不喜欢你们儒家那套 教化百姓的先王之乐 我就喜欢听世俗的流行音乐 总之 孟老师 你说的那一套 我也觉得挺好 但是 我这人毛病多 实行不了 对这么一个 不求上进的赖皮国君 孟子也有一套说辞 他说 如果有人向大王您报告 我可以举起三千斤重 但是举不起一根羽毛 我可以看到秋天鸟的细毛 但是 看不到一车柴火 大王 您肯定不相信这种鬼话吧 举不起一根羽毛 是因为不肯举 看不到一车柴火 是因为不肯看 不实行人证也是一样 是不肯干 而不是不能干 宣王问 不肯干 和不能干 有啥区别呢 孟子回答说 如果 让你夹着泰山 跳过北海 这是真不能 但是 如果让你给老人 折一条树枝 你却说办不到 这就是不肯干 而不是不能干 实行人证容易得很 就像给老人 折取树枝一样 当时所有的国家 都在变法独强 各路诸侯 也都是 唯GDP和国家实力论英雄 他们崇尚霸道 热衷于富国强兵 开疆拓土 讲求实际功力 也就是梁慧王所说的 利于乌国 要有利于自己的国家 但孟子推崇的是 省刑罚 博税联 是让人 安居乐业的仁正 对国军们普遍关心的 攻城掠地 孟子极为反感 他说 善于打仗的人 要给予最重的刑罚 唆使诸侯 拉帮结伙 打仗的 要给予次一等的刑罚 强令百姓 啃荒种地的 要给予 再次一等的刑罚 孟子主张 法先王 也就是学习 姚舜 那一套 他的政治主张 比较保守 甚至是倒退的 比如 他要滕文公 实行景田制 这就像 让改革开放后 再搞人民公社 吃大锅饭一样 根本行不通 虽然政治上 不是很得意 但是 孟子的名气 却越来越大 口才也是越来越好 接下来 我们来说说 孟子的辩论之术 孟子在辩论方面 那是相当擅长 虽然 他自己辩解说 自己不好辩 但如果 战国时期 有辩论赛的话 要是他排第二 那估计 谁都不敢当第一了 我们先来讲几个 孟子辩论的精彩片段 有一次 他对齐宣王说 您有个臣子 把妻子儿女 托付给朋友 自己去楚国旅游了 回来的时候 发现妻子儿女 蓬头垢面 挨饿手动 你会咋办呢 宣王说 和他结交 孟子叫瞎的一笑 如果你的官员 管不好下属 怎么办呢 宣王说 撤掉他 孟子紧接着问 如果一个国家 治理得不好呢 此时啊 我相信 宣王心里 一定有一万匹神兽 踏过 孟子真的是 太会挖坑了 宣王到最后 只好 顾左右而言他 避开这个话题了 再说 齐国有个大臣 叫淳于坤 这个人不信邪 他跟孟子太刚说 你们儒家 将男女兽 受不侵 这是理智吗 孟子说 是的 淳于坤又问 如果嫂子 掉在水里了 该不该用手 去拉他呀 孟子说 嫂子掉水里 不去拉他 那就是豺狼 那就是豺狼 男女受受不侵 这是常理 嫂子掉水里 用手去拉他 这是权疑之计 淳于坤还不死心 又说 现在天下的人都掉在水里了 夫子你却不伸手救援 这是为啥 孟子回答说 天下的人掉水里 要用王道去拯救 嫂子掉水里 要用手去救援 你难道 要我用手 去救援天下人吗 孟子确实极致 不过 如果淳于坤 接着问一个千古难题 孟母和孟妻 同时掉水里 你先救谁 不知孟子 该如何回答了 我们前面提到 孟子主张 轻摇伯父 宋国当时有个官员 就对孟子说了 父子你说的农业税 抽十分之一 还要免抽关税和商品税 这个今年还办不到 但是可以先减轻一些 来年再说 你看行吗 孟子又打了个比喻 回答说 现在有个人 每天偷邻居家一只鸡 有人对他说 你这么做不是君子之道 偷鸡贼说 我先减少一些 从每天偷一只 改成每月偷一只 等到明年再也不偷了 孟子的意思是 如果知道这种行为 不合道理 就应该赶紧停止 为何还要等到来年呢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孟子是怎么教他的学生辩论的 有时候 他的弟子在外面被人家问住了 他也要给执招 比如有人问他的学生说 礼节和食物 哪个更重要 学生说 礼节 那个人又说 如果按照礼节去找吃的 就会饿死 而不按照礼节找吃的 就能吃饱 那还要一定按照礼节行事吗 如果按照礼节迎亲 就娶不上媳妇 而不按照礼节迎亲 就能娶上媳妇 那还要不要遵守礼节呢 这个问题刁钻两头堵 学生实在答不上来 就跑来问老师怎么办 孟子回答说 这有啥难的呀 你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比如一般来说 金子比羽毛要重要 但是你能说 三千金子比一大车羽毛还重吗 标准不一样 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这样 你先回去问问他 如果扭着兄长的胳膊 抢他的食物吃 就能得到吃的 否则就吃不着 你会无理到扭兄长的胳膊吗 如果爬过东林的墙 去搂抱人家的女孩子 就能得到妻子 否则就得不着 你会无理到去搂抱吗 通过上面这样一些例子 咱们可以看到 孟子说起话来 那是滔滔雄变 非常犀利 很有感染力 这不是简单的学习辩论技巧 就能够达到的 更不是有嘴滑舌 抢词夺理 而是有深厚的人格修养 做支撑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讲一讲 孟子的修养功夫 我们知道 三字经的头一句是 人之初性本善 这说的就是孟子的人性本善的思想 孟子说 如果有人突然看到一个小孩子 要跌到井里去 任何人都会有惊骇和同情的心情 这种心情的产生 不是因为要和这个小孩子的家人攀交情 不是为了要在乡里获得好名声 也不是因为讨厌小孩子的哭声 这是所有人都有的 不忍人之心 也就是怜悯别人的心 在孟子看来 人生来就有侧隐之心 修物之心 慈让之心和是非之心 这四心就是仁义理智四段 也是人与生俱来的善断 但是如果人性本善 那为什么世上还有那么多的恶呢 孟子认为 虽然人人都有善断 但是这善断 只是一点向善的端倪和萌芽 如果不好好的呵护 就会被外界蒙蔽 人就会变成禽兽 所以要存其心 养其性 要以仁义存心养心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做人要有良心 这个是人所要关心的大事 孟子批评世人 往往小事情出 在大事上却很糊涂 他说家里的鸡狗走失了 人知道去寻找 而自己的良心丢失了 却不知道去寻找 因此存心养性 要先立乎其大 也就是 要先把良心立起来 举例说 如果有个园艺师 舍弃乌桐 紫树不管 而去培养 酸枣 荆棘 他就是个 很差劲的园艺师 如果有人 光注意美甲 而忘了 尖头 鸡背 自己还不明白 那就是个 糊涂蛋 对于一个人来说 从其大体为大人 从其小体为小人 不要以小害大 孟子所说的大人 就是大丈夫 有人问孟子 什么是大丈夫 比如说 像张仪这样的人 一怒而诸侯聚 算不算大丈夫呢 孟子说 这些人 以顺从为最大原则 只能算是 切腹之道 也就是 小女人的把戏 真正的大丈夫 应该站得直 行得正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 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舍生而取义 这才是 值得追求的理想人格 那么大丈夫 如何能够做出舍生去义的抉择呢 这是因为 五 赡养无浩然之气 我善于培养 我拥有的浩然之气 这种浩然之气 至大至刚 用道义培养 而不加伤害 就会充盈天地之间 这种气 源自正义的长期积累 而不是人心血来潮 偶尔产生的 一旦做了问心有愧的事情 这种气就疲软了 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气馁 养浩然正气 需要我们保持专心 但又不能刻意 否则就是拔苗助长 不但没有益处 反而是有害的 孟子的大丈夫精神 和浩然正气的理论 对儒家的修养功夫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人知识 对我们的修身养性来说 是很有帮助的 希望同学们 在读过孟子之后 先例其大 养浩然正气 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好了 孟子这本书 我们今天就和同学们 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 给我们留言